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難忘初相遇 你應應相遇 美幕流轉彼此回憶 聚散都相遇 相思量不易 爱命开心地永远 与你遇见清醒 为你一生重情 就求你知道我珍惜你 这能不能交进一生为你沉迷 那心交给你我愿意 与你遇见清醒 为你一生重情 就算苦河头已逐温 刹难不断交进一生为你沉迷 就算等下去 我愿意 就算等下去 我愿意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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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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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加油 加油啊 哈哈 毁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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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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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你没事吧 走开 疼吗 drug 大哥 您这旧伤是火烫伤的吗 太医院哪位给您处理的 可这没处理干净啊 你们太医院是干什么吃的 处理一个伤口竟然处理得那么差 王爷息怒 是我自己没有遵照太医的嘱咐 不怪他们 现在请好好治疗 再出任何问题 唯你试问 下属遵命 下属遵命 王爷吉祥 太皇太后懿旨 请问太医 美黎阁阁的伤势如何 凡请玉嬷嬷转告太皇太后 格格此次骂伤仅仅是外伤 并无大碍 王爷 太皇太后请您过去一趟 老祖宗找我何事 奴婢不清楚 玉嬷嬷你先回去 我随后就到 主子口谕 要亲王爷即可觐见 来 玉嬷 你好好养上 多谢王爷关心 在下给您开了安身凝气的药 配合服用 多休息几天 慢慢就会好的 在下告辞了 有劳太医了 格格 我去跟太医取点药 你去吧 伤口还疼不疼 不疼了 对不起 是我粗心大意 我居然没有发现 你对骑马还有恐惧 要不然我绝对不会让你上马参赛的 这怎么能怪你呢 是我自己好强 既然你对骑马还会恐惧 以后就别起了 美丽 我虽然抹不平你手上的伤疤 但请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了 老祖宗吉祥 不知道您找靖萱有何吩咐 你对刚刚在马场的冲动行径 有何解释 美丽落马 救人为先 好一个救人为先 你救了美丽安全就好 为何还要怒斥永鹤让开 你无疑是召告天下 对美丽救情难忘 你救了美丽安全就好 当初答应赐婚是你想出来的一部棋子 现在你就好比是过河的卒子 只能奋力向前 否则一部错全盘皆输 我有什么错 我可以答应赐婚 但我放不下美丽 赐婚已成定局 你放不下美丽就会伤害她 我不会的 我答应赐婚也是为了救美丽 所有人都押着我 不准我爱 逼我放松 可是你们到底有谁 真正关心过我 在意过我的感受 靖萱 你可捅萱 你可可可 啊 尤其是你 爱谁 相当心 如果不在意 难为你了 太可恨了 这个死丫头竟然耍心境 她竟然换摔马 她不是气数很好的吗 怎么无缘无辜又摔下来了呢 你看把表哥和永鹤急的 如果是我从马上摔下来 你们说 永鹤会不会也很紧张啊 永鹤她当然会紧张你了 如果她真的喜欢你的话 自然会紧张 这是人之常情啊 有的时候 男人为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 常常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也在所不惜啊 桑珠 当时情况紧急 他们俩也是出于救人一命之心 所以才去帮助救美梨的 你就不要再生气了 过来坐 还是你冰雪聪明 懂得男人的心理 常言道 不聋不痴 不做孤翁 你这么年纪轻轻 就懂得其中的道理 不吵不闹 宽宏看淡 怪不得庆王爷 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娘娘说得是 庆王爷现在 的确是对苏盈越来越好了 这个是苏盈的福气 苏盈 幸好表哥现在对你好了 要不然我可得说说他了 他就算不在乎别人的闲言闲语 也得在乎你的感受嘛 他竟然评论明确救那个臭丫头 值得吗 你也别去计较这些了 就算有人说 庆王爷这么做 是对美梨忘不了情 是真情流露 这毕竟也是闲言碎语 有些人啊 就是看不惯别人好 这宫里头不是常常说 这个王爷和那个阁阁好了 这个王爷的福气又被修掉了 这些流言还少嘛 桑珠 娘娘说得是 这流言终归是流言 你就把它当作马尔东风好了 不用放在心上 苏盈啊 你这么想就对了 真是有做庆王福尽的气度 只要我们早做准备 心里有谱 任何流言都伤不了你的 反正有那个狐狸精赛就不好 要是没有他的话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事情了 好了 你也别再说美梨了 其实他也挺无辜的 不就是因为老祖宗喜欢他吗 所以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喜欢 哪怕所有人喜欢他都行 就是永鹤不能喜欢他 当然他也不能总缠着表哥 不过话说回来 也就是因为老祖宗喜欢他 也就害了他了 苏盈 你别闷不吭声的 是不是我刚刚说的话 你生我气了 我不是想让美梨跟表哥在一起 你千万别误会我啊 我知道 我也希望 你能够跟你心爱的男人在一起 谢谢你 要是 我们中间没有美丽该多好啊 你跟表哥 我跟永鹤 那该有多幸福啊 好 光怪别人没有用 咱们可以自己想想 怎么做 才能够抓住男人的心 那你有办法了 是不是还是很疼 还好 小翠 还是我来吧 来 来 我们家小姐来探望格格了 格格急一下 快请起 你身上有伤不必相淫 我今天是特地替庆王爷 来给你送伤药的 喜儿 好 怎么样 你的伤势好点了没有 我没事 谢谢你们 有劳费心了 我知道 王爷一直对你有所愧疚 素颖想替王爷 弥补你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姐姐 有什么困难 还有心事都可以跟我讲 千万别这么说 美丽心中无怨 王爷也无需对美丽爆亏 谢谢格格的体谅 我和王爷都知道你们的事了 永鹤 美丽是一个值得让人疼惜的女孩 你一定要好好待她 我知道 那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叫我 谢谢 那你好好休息 喜儿 走 OK 好 你好 好好好 AJ 当初答应测婚是你想出来的一步棋子 现在你就好比是过河的足子 只能奋力向前 否则一步错全盘结束啊 见到你平安 我也就安心了 好 王爷吉祥 失去的时光无法回忠 皇上似婚已是世事 无可挽回 魅离无息回忆过去 这个平安预备应该无归原主 从此以后 我们两无牵挂 海潮潮 爱恨纠缠 空空挣扎 到最后 狂忙 一场 我知道 王爷一直对你有所愧疚 素银想替王爷 弥补你 别动 三小端 相思长 天独满着空心 手梁 下花红 秋月红 春去 冬来劫 长霜 試探 宣室 你快过荒唐 不由你 如果你一直不懂得保护自己 我又怎么放得下你 爱恨交参苦苦挣扎 到最后只是狂猫一场 你要不要脸啊 一方面纠缠永鹤 现在要来勾引我表哥 你不要装可怜 装官 我警告你 我喜欢永鹤 你不许欺骗他 害了他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不是很能会嘴的吗 你讲啊 你不要以为装聋作哑就没事了 向博去同情啊 我是不会上当的 我告诉你 你要再纠缠永鹤 我饶不了你 你搞错了 是我喜欢他 是我缠着他的 我告诉你 我就是喜欢他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 我还要打算娶他为妻 让他过上幸福的日子 你这个傻子 你被他骗得吞吞转了 他明明知道我表哥跟苏盈定了亲 他还在勾引我表哥 你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会被人笑话的 你闭嘴啊 你别以为你是格格 就可以乱说话 我告诉你 你要再随便污蔑美丽 我就跟你翻脸 永鹤 你 你为了这个臭丫头 你跟我凶 谁叫你乱骂人啊 我 我 我不理你了 桑珠 这个桑珠格格还真是讨厌 你很在意他说的话吗 我只在乎你 可是我想知道跟我在一起 这种事将会层出不穷 你不在意吗 我只在意一件事情 你还爱请王爷吗 不喜欢我 那就好啊 有这句话就够了 不管以后别人再怎么说 我都不会在意的 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天天开心 天天有笑容的 你陪我走回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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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好 你 所有人都在乎 永鹤 真的 他也不能 很快的 我不哭还能怎么办啊 从药到大都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娘娘 您得给我出这口气啊 也不知道 美丽那个嫂把心给她下了什么鼓 永和竟然会这么傻 永和再傻也是你喜欢的人 我早就劝过你 美丽是无辜的 你怎么还要去对付她呢 这天下的男人啊 都喜欢温柔的女人 你说 你这大张旗鼓的姨妈 永和不妨敢你啊 娘娘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看看人家素赢 能不计前嫌 前段时间还给美丽去送商药 多得体啊 有时候啊 把情敌拉拢为姐妹 也是绑住男人的一个好方法 要我对美丽好 我做不到 那你总该对永和好点吧 你要学会以柔克刚 你看你表哥 不就是被素赢的柔情所打动了吗 你啊 这性子得改一改 多向素赢学习学习 你伤势怎么样啊 好一点没有 好得差不多了 老祖宗请放心 嗯 美丽 你真应该好好地补补身子 嗯 你看你气色这么差 哀家我心疼啊 玉如 你赶快交代他们 把今年上宫的上等人参 送到美丽的屋子里去 不得有误 是 奴婢这就去办 啊 老祖宗 我知道你关心美丽 可是你自己也要服用啊 你放心 那些人参哪 哀家多的是 来 美丽 那天你落马 那天啊 静萱 对你表现得情义倍致 你心里 如何看待啊 美丽对庆王爷 已经再无想法了 只想好好地忘记过去 一心接受永和 嗯 小姐 小姐 你在干什么 不要管我 小姐 这么凉的水 小姐 你这样会生病的 走开 小姐 外面这么冷 您这样会受风寒的 行 去把山子拿来 小姐 快山 小姐这样快点 快点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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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衔的剑法 朕看比朕还有精准啊 目标小 却一剑重地 好 好 您是大清的圣上 胸怀天下 目光高远 您射的猎物 当然是西风的围花鹿 而非是小白兔 好 我们改天继续去打 朕也要设知小白兔 大小通吃 皇上 皇上恕罪 奴婢该死 你是谁家的丫头 喜儿是苏莹小姐的贴身丫鬟 苏莹 朕问你 这满地的药材是怎么回事啊 为皇上 这些是苏莹小姐的风寒药 苏莹病了 靖萱 这苏莹生病了 怎么不告诉朕一声 朕要知道 你就不用陪朕去狩猎了吗 回皇上后 靖萱并不知道此事 你不知道 对了 你叫什么来着 喜儿 喜儿 你们家小姐生病了 为什么不通知庆王爷呢 小姐吩咐说 庆王爷公务繁忙 不许打扰庆王爷 将所有务情赞 你这些 从可极其赞 说这听材败 这是什么 杀赞 小姐 王爷特地来看望您了 王爷 来 坐 喜儿说你生病了 我特地过来看看你 太医把过脉 已无大碍 喜儿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要打扰王爷 我不过是受了一点 小小的风寒 你就小题大做 破坏了王爷狩猎的雅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真是太不应该了你 小姐息怒 喜儿下次不敢了 你别怪我 她确实没有打扰我 我们只是半路上碰到而已 你看你咳嗽得这么厉害 应该多加休息 少说话 是王爷 喜儿 好生伺候你们家小姐 有什么事再向我禀报 是 喜儿知道了 你要是看我 我还是要唯一 你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这么说 кров环来 他必须有点 只有他 买 Kit 怕是值得一个 这要是 这要是 你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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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是 王爷极相 侦 王爷 他想明白了也好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牵挂 听说苏莹生病了 得空你替朕去看看她 是吗 这些奴才真来 怎么没人来告诉臣妾呢 我明儿个就去看看 老祖宗刚好说 一起看戏叫上她 如果她病得厉害 那就算了 皇上 今日狩猎 效果如何 小可 猎了几只梅花鹿 老鹰和兔子而已 皇上 您真是辛苦了 怎么样 舒服吗 舒服 舒服 王爷吉祥 好 起来吧 你看你还没复原 应该多待在房子里 这万一吹了风 受了风寒 病情严重了怎么办 素银会注意的 来 谢王爷关心 你应该多注意自己身体 素银知道了 啊 白州 没有 有 上天 你还没想到 想回来 你还没咳 fed 明儿子 喜儿也替小姐感到高兴呢 喜儿 赶紧去给我煮个姜汤 让我去去喊 是 还有 太医开的药要加重分量 我得赶紧恢复才行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是 小姐 表哥 我跟你说的事怎么样了吗 你就让永和卿两天假陪我吗 荒唐 我怎么能假公济私 满足你无理的要求呢 就 就当我求你还不成吗 素颜 素颜 松珠 王爷 素颜 你在做什么 美梨的手臂不是受伤了吗 我听说 喝鱼汤能够治愈伤口 所以就给她做了点 给她补补身子 什么 你给那个臭 你愤傻啊 怎么会呢 美丽孤身一人 又受了伤 现在 肯定需要别人的关心和帮助 我能为她做点事情 高兴还来不及呢 更何况这都是举手之劳 苏颜 你的病刚出狱 就如此体贴他人 谢谢王爷的夸奖 苏颜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替王爷尽一份心 谢谢你 谢谢你 美丽 你这右手本有旧伤 今日又再受创 想必一定痛苦不堪 诸事不变吧 我一想到 就放心不下 所以今早 赶紧给你做了点鱼汤 给你补补身子 可以加速复原 姐姐你太客气了 你既给我送药 又是给我煮汤 美丽实在受之有愧 既然我已经把你当妹妹了 你说愧不愧 可就太见外了 来 趁热喝了吧 苏颜小姐 还是我来吧 我自己来吧 小心烫 慢慢喝 娘娘 娘娘急一下 免了吧 有什么新鲜事 让你这么着急跟我汇报啊 娘娘 您猜我看见谁去看美丽哥哥了 不就是那个不死心的庆王爷吗 庆王爷没看见 倒是看见素颖小姐了 她亲手煲了鱼汤 去关怀美丽哥哥的伤势 这之前去送药 现在去送汤 看来她对这个美丽哥哥 照顾得倒是有加呀 看来还真不能小看了这个素颖 美丽占尽了庆王爷的心 她这时候还能去关心别人 的确是个狠角色呀 她现在能忍别人所不能忍 将来必定会回报给美丽的 这不正合了娘娘的心意吗 是啊 太好了 终于多一个人替我折磨美丽了 谢谢 ível 虚猪格格驾到 格格吉桥 没事没事你们大家吃吧 谢格格 各位弟兄 此次春烈为保护皇室安全 尽心尽力 劳苦功高 本格格先生感激 特命御膳房被此佳肴 犒劳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上菜 来来来 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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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慢用吧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勇赫 我是专程为上次骂你的事情 向你道歉的 我那天说不理你 你别当真啊 那一桌菜是特别为你准备的 特别的 可可 我已经忘了什么骂人的事 你别太在意我 至于吃饭 我跟兄弟们一起吃就好了 谢谢哥哥的好意 你不要这样嘛 我都诚心诚意的来向你道歉了 你不接受的话 我多难堪啊 难堪哪 是 人家都已经尽力弥补了 你还要生气 不理我啊 原谅吧 原谅吧 接受吧 接受吧 原谅吧 原谅吧 接受吧 大家随便吃 随便吃 可以吃 快吃吧 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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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爷谢谢你 谢我 为什么要谢我 谢你教了我一个很好用的招数啊 有吗 当然有 我看你用你的温柔 把我表跟得硬如磐石的人都感动了 让他真心接受了你 我就大受启发 我也像你一样 对永鹤改用温柔招式 果然奏效了 恭喜你 你终于跟永鹤有了个新的进展 我今天晚上还跟他共进晚餐呢 真的 这太好了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你要辞职以后 一定要深深地打动永鹤才行 我知道 我会努力的 我相信永鹤一定会接受我的诚意 那我就先预祝你成功 只要你真心付出 我相信啊 早晚有一天 你们两个一定会开花结果 慢点 哥哥小心点 哥哥 咱们还是别齐了 回去吧 没事 没事 要是不是的话 我这一辈子都不能骑马了 我这一辈子都不能骑马了 给我吧 哥哥 您真的要事啊 没事 给我吧 给我吧 来 不怕 哥哥 来 小心点 小心点 哥哥 我可松手了 来 哥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翠 你放开吧 我自己来 我们再来 还好 amento 云 我们远离 Nick 真的 还是 我们就快来 郑一定 你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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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无缘 约定来生相见 虽说是命中注定 你 可以 继续 幻眼 前生的 迷 今生却不相见 就算是天荒地老 说好 相逢这一天 虽然你虽然你抛却尘缘 却放不下你的心里的依恋 你 诗诗秘密 四月便前 转眼成 是否 红尘远去 还了容颜 爱在天地间 阿今生 请 来世日月 心火尽度一片 阿兰世约 尽可见 心意在山水间 心意在山水间